Hello, 我是LuckLuck 今天要講的情報是很多 首先,最重要是這個,色神的全角色的上修調整 內容是怎樣 因為三本就故意講到 火車和暗色神,即是宗主的上修是再度強化的 OK,一起看看是強化些甚麼 首先火車,OK,先看看 技能方面先看看是沒有轉到的 隊長技,哦,OK 由昨天的1.6倍升了0.1到1.7倍 現在變相是1.7倍攻回 血回才對 半減,然後又1倍攻,3combo加算 這個Leader Skill 以一個一段變身重來說,其實是非常好的 儘管是未到一線啦,因為始終招技是沒得加攻啦 是加手指和解落啦 在沒得這個loop之下,做隊長已經是差一點啦 但是在昨天的可能都不少玩家的投訴或者是不滿之下 官方都是肯接納玩家意見的 那現在是改回1.7倍的血回啦 那兼半減呢 這個配置以一段變身重來說呢 算是非常之不錯啦 即是本身1.6倍我想打機構成也好啦 那神秘也好啦 都可能會有少少怕是不夠坦度的 但是1.7倍半減呢 那這個坦度是很夠的,真心 那換算是3.4倍血啦 那經易是坦過70%輕減的Leader skill啦 那加上本身火隊那麼強的情況之下呢 那組隊都不是那麼難的 那所以二度強化的火車呢 那之後作為火潛的另一邊Leader是絕對沒問題的 畢竟招技的功能性是挺高啦 那加上這個坦度的話是絕對是一個 完全是用到的火隊Leader啦 好,那火車的強化呢 我想應該是那一段落的啦 那我個人來說都是滿意的 始終夠重呢,強化的幅度有限啦 那這個結果都是ok的 好,那那些符是沒有變的 那光色神這一次強化是最高啦 那個幅度,對啦 兩倍血半減,那都沒什麼好說啦 那注意看回這個宗主先 暗色神啦 咦,首先是招技是buff了 再buff招技喔 變了4CD喔 嘩,那不同說法喔 那6CD技變5CD 本身已經是一個buff啦 那今天再buff了做4CD啊 那是4CD的解轉轉轉技呢 那兼且3回合呢 近乎是可以自己loop的啦 那消技都幾 我認為是幾強橫的技啦 真是 4CD的解轉轉 兼橫牌 還有生成劍 非常之厲害啊 超技啊 那但是主要都是看回這個skills先 因為昨天都幾多人說是 昨天的宗主強化呢 是變相是一個debuff啦 即是一個弱化啦 主要因爲是不可以儲技啦 所以今天就變回啦 變回兩色同時攻擊時才有22倍攻 ok 即是變回之前的配置啦 那攻擊倍率方面呢 那是由20倍攻變成22倍攻的 那兼且是多了1秒延長啦 對了 本身是5秒 那buff完之後是6秒 那這個強化 我想官方都是讓步了啦 但是整體來說呢 那中主的強化呢 依然都是 我認為定位就不會太變啦 依然都是一隻不容易玩的 雖然是厲害的 但是絕對不容易玩啦 那但是呢 那這一個主動技呢 4CD解轉轉轉 兼且暗橫牌呢 我認為是相當之好的 這招技是非常之適合 即是適合啦 那打機靠也好 打神秘也好 那解轉轉轉是一流的 那中主入隊員是更加好啦 那始終現在暗漠魔隊呢 即是宿羅真人隊都是這麼厲害的情況之下 做回隊員是更加好啦 那那符文是沒有變到的 那以上就是這個火車和宗主的意度強化啦 那這裡我想問一下大家 知不知道為什麼官方要強化呢 知不知道為什麼官方要跪呢 那我想可能大家都會回答 說不是因為玩家投訴啦 那官方就聽這個玩家的意見啦 或者是官方聆聽大家的聲音啦 所以就決定再改 那是來回應玩家的意見 假如你這麼想呢 那就錯了啦 OK 那事情真相是怎樣呢 真相是只有一個 那有請名偵探Lukuk 你弄開你的謎啦 OK 那真相就是這一個啦 大家看到嗎 OK 那三半在昨天呢 22小時前呢 就說玩這個 這個新build呢 是跟這個PND的火箭的顏色是很適合啊 是配到漏油 好 那雖然想見有實物啦 但是呢 因為日本是買不到啊 就不for sale啊 那所以呢 想看一看不到 OK 那這一個呢 就是真相啦 咳咳 對了 那三半呢 昨晚呢 就看中了新build 那想著色神呢 可以賺回一筆啦 那以為可以入回這個買標基金啦 怎知昨晚呢 那些玩家是真的鬧到飛起 之後三半開始害怕啦 你都看到啦 這個標是日本賣不到的 即是我想呢 他要高價來買啦 在一些外國市場啦 或者是代購啦 那所以那個成半呢 我想是貴很多啦 那假如今次色神賺不回錢呢 或是基金不夠多呢 那就買不到這個標啦 OK 那真相大白啦 好 那就多謝名偵探Lukukuk的推理啦 OK 感謝你 好 好啦 那就move去下一個單元啦 那就講完這六星和五星的buff先 那首先烏天狗招技呢 那是由7CD到6CD的 OK 那都是一招6CD的的減盾技啦 兼且是... 兼且是破防啦 那超過性方面是多了個10C的 那算是加點火力啦 即是近了現在的 算是主流的火力配置啦 但我想都是用回個... 進化後啊 看看這個先啦 夠進版的烏天狗 OK覺醒是buff了變成4個SB啦 那超級都是啦 6CD的極減盾啦 那加上有10C的超覺醒之下呢 那進化後是更加好用啦 因爲按摩角落的白用性是高過這個 攻擊角落一點啦 對啦 那進化後是容易用一點的 但是使用方面跟之前是... 定位差不多啦 烏天狗的強化呢 應該都不會有特別大的改變啦 好,那這個是烏天狗的符文啦 那是由12CD縮短到9CD的... OK9CD的... 兩門合擊擊減盾 那4個木掉落強化之下呢 入回木隊都OK的 好,荒鬼... 咦,荒鬼是沒有本體的... 加成喔 只有武裝而已 那武裝是... 由12CD縮短到8CD... 那都是這樣啦 看看金魚姬先 金魚姬是... 覺醒武變道 招技呢 由5CD縮短到4CD 然後是4回合之間的水掉落增加啦 即是4CD的全解5回合兼水掉落Loot OK,自己Loot吧 那都不錯的這一招技啊 那看看超覺醒先 超覺醒是多10C... 嗯...10C都好啦 適合水斗苗隊啦 那看看... 進化後先 進化後覺醒就變了4SB 其他沒有變到的 那進化前後的選擇的話呢 那都是進化後優先啦 畢竟是4SB 那4CD這一招技呢 打機構成就難一點 但是打神秘都OK的 加上10C的覺醒之下呢 那火力損入補回一點啦 那武裝方面呢 那金魚的武裝呢 一向都是好用的 即是即使不是水隊啦 因為3個HP強化 加上毒耐性2顆呢 那發用性是高啦 那兼且全解技啦 那現在是Buff了個4CD啊 是由16CDBuff了做12CD 那都短了很多的 那我想之後在水隊呢 都是一個挺活躍的武裝啦 好啦,next next是這個鬼之珠 那技能是變成2CD技啦 3CD變成2CD 那一回合之間呢 自己減攻 之後L字的光生成 那都算是2CD的固定生成技啦 那2CD來說是算很短啦 那超過性方面是加一個SB Plus 那進化之後的鬼之珠呢 那個性方面是Buff了做4SB啦 以4SB那樣的話加上超過性的6SB 嘩,2CD技、6SB、2CD技啊 那這一隻東西的發用性是非常之高 6SB、2CD技是完全不多的 那在遊戲裡面呢 非常之少 我暫時想不到是哪一隻 那這一個配置是很適合計成用的 即是讓你自己打關也好 那多數是讓快刷啦 那或者是可以計算一些加速技 或者是延遲技啦 那你給一些變身用的 因為在6SB的情況之下呢 那這一隊是一定是不夠SB用的 那加上2CD技啦 那那些計成技可以在一開播就馬上用 那整件事是非常之好的 是很Smooth的 那所以這個強化呢 那絕對是會令到鬼之珠的發用性 是加了幾倍啊 非常之好啊 好 那武裝方面是10CD變6CD啦 那就是6CD的解鎖 2L字生成技 兼加攻 那覺醒也是L字啦 那我想定位也是不會特別改變的 都是L字用啦 那這樣的話都很適合放光色神啊 黑龍啊 是吧? 那光色神是很適合L字啊 好像OK啊 好,next next 那之後呢是5星那些啦 那5星那些我都沒什麼期待的啦 那看一下先 覺醒是加回7C啦 還有... 咦沒有啦 是7C一個啦 技能是15CD的必定10C版面 那這一下是不錯的 For the ranking來說 好,那進化之後都是加回SB啦 那其他方面是沒有變到的 OK 那武裝也是啦 減回CD 那5星的妖人呢 都是加回SB啦 那然後減回CD 由10CD變8CD 好,變身之後加回7C啊 那其他沒有變到 那武裝也是啦 減回CD啦 那這個城蛇呢 那城蛇本體就... 加回3色強化 那技能是變7CD的擊擊減盾 OK 那進化之後多回5色強化 還是4色啊? 4-5色啊? 嘩,超難看啊 4色啊,4色啊 很難看 神經病,這個設計師真是打把都像 那技能也是啦 那武裝方面呢 對了,武裝方面是要看一下啦 因為這一把武裝系都很常用的 我個人都 那覺醒沒有變 技能是由10CD... 不是12CD變10CD啊 那10CD的兩彎擊減盾是非常之好啊 那定位都不算特別大改變的 因為本身都是用回覺醒多啦 對啦 雲耐聖兼3個虎福強化 好,看看古尼先啦 古尼是5SB OK 招技沒有變到 那招技是不敢減這個CD啊 因為假如減一個CD呢 那古尼的loop是更加容易啦 那官方是不會被這件事發生的 那進化之後是多個10C啦 好 那附文都是... 減回CD啦 那13CD的兩回合加速呢 那都算是短的 那入變身隊絕對OK啦 那最後是超覺醒的調整啦 荒鬼是加一個SB 嘩? SB? 嘩 SB這一刻不是老喔 荒鬼先看看 荒鬼 這裡 因為荒鬼本身是1CD技啦 1CD的解落技 那4SB的1CD技呢 那全遊戲都是少之有少的 那對上一次用這隻是入五條路斯的 肉連快刷隊啦 那現在多了兩個SB 即4SB之下呢 那這一隊是更加容易編成啦 嘩 那這個強化也是非常之好啦 那4SB的1CD技 那發動性也變回很高啦 加上本身覺醒不錯啦 那又是火屬呢 那吃回現在的主流火隊 那荒鬼的強化也是挺好的 荒鬼才對啦 好啦 以上就是這個色神的全角色的buff啦 那你問之後會不會再buff呢 我想應該就不會啦 那除非 對啦 除非我們再投訴一下啦 如果不是的話 都很難再強化啦 即是你要三半季兩次都是難一點的 好啦 強化內容就告一段落先 那我們move去下一個 對啦 這一個 色神的抽蛋機 那個pay up list 那我看看有些什麼 對啦 那首先啦 新的7星啦 空野啦 4個7星 連環6星 5星是 14隻 14隻 色神角色 那下面這些呢 嘩 真是 不堪人目 那這一堆就難搞啦 這堆五星呢 都是 我想這堆五星才是真正的pick up list 那大家就 對啦 好運 那機會率是多少呢 那都是未知的 那以過往的經驗呢 都是1%啦 那至於抽不抽好 我就明天 或者後天才說 好不好 我們不要這麼急著啊 咦這次是有個什麼喔 新的 喂 Skin喔 新的Skin寵喔 那Skin寵是這一隻喔 即是六星的雲貓 OK雲貓 這一隻 好 那再要說的就是這一個 好啊 那是色神的故事地下城 那可以看一看啦 對啦 色神的新故事啦 那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看一看的 那我想沒有興趣都要打了 因為有些新的材料呢 那用來夠盡啦 那是怎樣都可以用的 好啦 那還有沒有呢 應該就沒有了 那這次的復刻是13號到30號 咦30號 那不止兩個星期喔 那是兩個多星期喔 OK 好啦 那以上就是色神的復刻情報啦 那至於抽不抽好哪一顆是大獎呢 那我這兩天就會說的 那希望大家到時再看啦 好啦 那條片就到這裡啦 那喜歡條片的 希望留個讚和訂閱我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